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9月14号宣布自己即将卸任 并且将会在10月初返回美国 离任之前 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扎专访 透露了自己决定卸任的原因 他表示自己将以志愿者的身份 协助特朗普的总统竞选 9月14号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消息 正式公布了 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即将卸任的消息 而在当天烧早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也在推特上 对布兰斯塔德三年来的工作 表达感谢 17号 布兰斯塔德在使馆办公室 接受本台专访时称 决定卸任 主要是家庭和个人原因 我妻子和我 有孩子和父亲 在澳大学 我们也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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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中国的朋友 我们也很厉害 我们很享受 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只是觉得 我妻子和我 觉得这是一个时间 去回家 我非常感兴趣 我们在这里的经验 我们也感兴趣 我们也感兴趣 回家和家庭 布兰斯塔德还在专访时透露 自己回到美国 将以志愿者的身份协助 支持特朗普的总统竞选 但不会正式加入竞选团队 布兰斯塔德在2017年6月 来到北京正式就任大使 期间曾参与中美经贸磋商 并见证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 布兰斯塔德也将此视为 自己最重要的政绩 布兰斯塔德在上任之初曾公开说过 希望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 但受到今年疫情的影响 他最终访问了26个 在采访中他也说 这是自己认上的一大遗憾 但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能够完成这个心愿 凤红卫视 你小闻也不见 侯友韵 北京报道